记者林静若台北报道,台湾2017年电子发票高达67,7亿章,全家便利商店为提供消费者更便捷,环保的消费体验,宣布即日起正式推出信用卡载具服务,只要持台新,中国信托,御山,国泰市华信用卡至店铺内刷卡消费,将自动存入信用卡载具,不再列印纸本发票,而刷卡金额3000元以下, 亦不须再亲笔签名 E-Retail事业部部长陈玉阳表示,以往消费者于店铺刷卡或使用行动支付,皆会再另外拿到资本发票,然而发票不易保存,常有消费者不顺医师看好非现金支付比例持续提升,此次同步推出信用卡载具,会员APP手机条码载具服务,加上先前已可储存发票的行动支付工具 电子票证将有14种非现金支付工具支援发票再具储存,预计一年选下的电子发票张数上看千万张 另外,瞄准非现金支付趋势,全家持续冲刺会员家之服务,MyFamipod APP同步推出会员手机条码服务,消费者使用MyFamipod APP绑定财政部手机条码再具后,若使用现金结账,只要出示全家会员条码或报手机号码即可类电, 储存发票,若透过全家自有钱包MyFamipod APP支付类点,存发票将可一次完成,引领消费者进入无止化的购 不经体验,全家即日起正式推出信用卡再具服务,只要持台新,中国信托,玉山,国泰市华信用卡至店铺内刷卡消费,将自动存入信用卡再具,全家提供全家新超商发票无止化革命, C首次大银行是大非现金支付工具,年省千万张发票,再推MyFamipod APP绑定手机条码支付,类点存发票一次搞定,全家提供